過後的八千七百多人 但是同時我想告訴各位的是 中國公安部常年來進行的這種境外棄捕的工作 在今年已經受到美國、澳洲、日本跟九個歐洲國家共同的聲明譴責 說他都是 他很多的程度是透過境外綁架、強行掠人、非法偵訊、釣魚陷害等等 非國際慣例 這是對國際秩序的挑戰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你們認為政績的事情在全世界是受到很大的質疑 最好那剛剛我要跟大家講 剛剛羅英雪他也有說他其實不否認 他雖然不了解但是他無法否認說我們講出來的政績 事實上是違反台灣常年來終於建立的一個民主法治社會 我們認同的價值 我想我們走到今天已經沒有行求 已經沒有這個非法徵序、釣魚陷害等等的這種方式 結果我們到境外是去依靠一個這樣被人家認為國際流氓的人 而不好好的腳踏實地 這個我覺得是有一點點讓人感覺很遺憾 那我在這邊我想齁 還是回歸我想整個大的方向來講 我們未來要怎麼解決台灣跟中國在國際社會上遇到司法爭議 那避免肯亞事件重演 我想問一下這幾天各位這個高層這個主管部長 有沒有跨部會討論過 因為這個比較複雜我相信是一個跨部會的事情 我想這兩天我們大部分時間幾個部會的人都在立法院裡面開會 其實還沒有這個機會 不過我們同仁之間的確也做過類似的討論 譬如說我也跟同仁講 如果我們去大陸的話 針對這樣的案件我們應該跟他要做一個談 好 那沒有關係 我想你們這個我今天其實這段期間 因為我想大家這幾天應該面對很多的質詢 應該也都回答得很辛苦 所以我想難得有這個幾位都在這邊的機會 可不可以討論一下具體改善的方式 這個避免肯亞事件重演 這個可不可以告訴我們未來應該怎麼辦 我想也許一個一個來 從陸委會的立場我們是希望說他能夠回歸到 這個民國一百年 這個我在菲律賓那個案子發生之後 我們大家共同事前事中事後 協同合作打擊跟當地國合作打擊犯罪 然後抓到了以後各自帶回 另外就是對於他們的抱怨 說我們這邊的刑度的問題 我覺得法務部也可以考慮 或者立法院考慮增加這一類犯罪的刑度 主委我想你這些話 尤其是回到2011年這個 這個其實五年前就講過 那證明其實也沒有效 所以我要的是 不要急著回答我真的是沒有關係 我是因為現在的政府 都是認為是最會處理兩岸關係的專家 認為自己是這方面的專家 所以我是真正的要請意 真正的希望你們可以講一個 不是重複前幾次已經一直回答證明無效的方法 可不可以給我一個具體的方向 你們討論一下沒有關係啦 真的 就給你們一分鐘討論好不好 真的你們討論一下 因為你們這幾天也沒有機會跨部會討論嘛 大家都在這邊了 我想各單位在當然你只有一分鐘時間 各單位都講說要以陸委會的政策指導為主 陸委會的我想在目前來講 我們當然希望兩岸能夠繼續合作打擊犯罪 那對於你剛剛講說 這個菲律賓那種方式也許是無效 可是你也不能否認至少有效了五年的時間 也的確是合作打擊了很多的犯罪 所以可見那個無效的意思是還是發生這樣的事 所以未來還是有可能發生 所以我講的意思是說 你真的不要為了回答而回答 那個現場我想幾位事務官也在 可不可以來幫忙一下你的首長 就是你有什麼比較好的idea 因為你講這個是證明2011年你那個時候也是這樣做 後來五年後又發生 你現在講的這樣的方式 有可能五年後再發生 我要的是新的方法 有效的具體的 你不要重複之前講過或報告上 現在當然我們當然說是根據默契 那現在也許我們要考慮到是不是要把它變成書面的 變成簽署的協議 所以那如果你改變這個協議 事實上他們現在已經這一次就違反協議 他們有在第一時間就通報我們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那我們要我們奪命連環扣 所以你跟他簽了協議 他不管 我們現在大家在這邊趕著急 所以你現在在跟他改變這個協議 當然有可能有效 但他如果還是像這次一樣 不管這個協議那怎麼辦 你不能再跟一個人簽協議之前 先假設他會違反這個協議 因為他有前科了 我跟你講我們簽協議的原則都是說 他會執行 一直到他違反為止 就像在這個100年的時候也是如此 而且另外一個建議了 當然就是修改我們 因為他們現在很多的抱怨 國內也很多人的抱怨 是我們的行度太低了 那對於在第三地發生這種詐騙行為 我們有的時候沒有 我想我現在不是針對詐騙在問 我現在是針對在國際上 在發生跟中國的司法爭議的時候 怎麼樣避免肯亞事件重演 我們國內要怎麼改進是我們國內的部分 我現在要問的是 除了你現在改徵改協議他也證明他可以不管協議 不依照協議以後 然後讓我們在這邊用奪命連環call的方式 他也不接電話 我在真的我想因為你們是兩岸的專家 有沒有事務官可以上來幫忙一下你的首長 不要讓他重複講 過去幾年來一樣的話 在這個國際上當管轄權有進和的時候 大家都需要好好的談 過去我們在國際上處理過很多類似的案子 所以我覺得如果這樣發生 我們一定要跟對方要坐下來談 我知道啦 因為我們也談 現在也談了嘛 2011年也談嘛 我現在的意思是要避免 要減少 所以我的意思是 你現在講的都是已經做過 但是結果又發生了這一件事 所以 因為等一下 你現在不要急著要反駁我 因為我並不是要 你們急著回答我 我是要你們真的講出一個建設性具體的方法 你們現在一直急著拿五年前回答過的東西重新回答 事務官有沒有要上來的 真的 就是 因為 目前的政府 認為自己是兩岸的專家 有沒有 覺得可以幫忙你們的部長 委員 委員 這個稍微 你不要不給事務官機會 我給他們機會 對 所以有沒有可不可以 我只是在這個頭 我看到有人好像想上來啊 還是 還是 真正的專家 還是要打電話也可以 我現在還有 你現在打個電話 拜託主席再隔幾分鐘 你打個電話問兩岸的專家吧 因為你們會認識比較多 委員我覺得這樣子的一種質詢方式 其實並不一定是最好的 如果可以的話 也許你可以約一個時間 我們到你這邊去給你報告 老實說 你們已經研究了五年 你們已經研究了五年 那我們也已經要再多給你幾分鐘 那也難得有跨部會的機會給你 今天討論 我今天為什麼會要這樣子問 是因為 我不希望聽到重複 因為你的報告一直重複 你們從裡面的資料 我真的不想要把2011年你們寫過的東西 上面新聞的東西重新印出來給你看 跟現在的相似度有多高 所以我才會問你 有沒有不是重複2011年的方法 如果你現在問我的話 我可以跟委員講 我們的方法就是 希望能夠大家要遵守當時的協定 繼續下去 這違反的一次沒有錯 可是我們會希望 譬如說用改成書面的方式 更有拘束力的方式 所以我老實說 其實就是沒有辦法 因為你看他就是這一次 也不管你的協議 所以你可以再跟他簽更多的協議 然後他也還是可以不管 所以我要問的就是 這樣子要怎麼辦 那蠻可惜的 你們剛剛花了一點時間討論 也沒有討論出 不是重複之前講 所以我在這邊最後 我只希望做一個結尾 因為接著也是就要 這個政權交替了 現在的政府 宣稱自己是這個兩岸事務的專家 那外交方面也有建樹 那從討論了5年8年 現在還是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我想新政府 應該也開始在思考安排 兩岸跟外交的人士 那我看是不是要留任現在的部分的人 應該要再三思啦 因為也給大家5年8年表現的機會 未來政府是一個很會溝通的政府 那這一塊我希望 要找到真的有新的辦法的人 那這一批人是不是適合再用 我想剛剛的表現 大家應該也有目共睹 謝謝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請這個林俊憲委員 謝謝主席 本期邀請 我們外交部的次長 我們法務部的次長 好 我們夏主委 我先請教主委 主委聽說兩岸熱線4月12號通了是嗎 是的 媒體報導你跟 跟對方的代表 張志均 張志均 講了55分鐘 差不多50分鐘 55分鐘可以講很多事情 是的 那你們講了哪些事情 其中啦 好